案發後接助員工的巴士被拖到青山公路下村的清車站 警方從案組探員和政府發驗師上車搜集證據 而車上座位嚴有血跡 警方又展示疑空在犯案時所用的賽道 警方說疑空和被斬傷的同事相識 正存僱傭關係、私人糾紛和精神狀況等方面調查行兇動機 我們都會從個人關係、有沒有員工糾紛 或者他的精神狀況各方面去詳細調查 暫時我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針對某一些乘客 或者是隨機的打人在車上 但因為我們還未能看到他疑空 初步我們還在調查他的行兇動機 想跟大家說這次的事件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不是平時在街上看到有些精神修成的人 或者在街上亂襲擊人 事發在早上7時多 一架接載員工的巴士載著29個乘客 駛往大埔工業村 駕車沿著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駛 當駛到富泰村對開時 坐在後排的57歲男員工突然間持賽刀 襲擊其他同事 疑空被其他乘客合力制服之後被到場的警員拘捕 而傷者和疑空被送往屯門和博客醫院治療 其中名女傷者手指被斬斷 疑空接受治療和精神評估之後 由救護車轉送到青山醫院機樓 香港民事記者 廖正文報導